大家看到我身后那两个大衣柜的吧 不用我说大家已经知道 今天老爷要给大家来听的呢 是英国老牌天朗音箱 他的贵族系列的老大西敏寺 首先这一老爷先感谢下 另一广场天朗专卖店的场地提供 下面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说到天朗呢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老爷自己呢也是天朗音箱的用家 天朗这个公司成立于1926年 品牌注册是1932年 至今的历史已经接近百年了 贵族系列呢 是天朗旗下的高端型号 西敏寺更是贵族系列当中的旗舰产品 这一代的贵族的型号呢 叫做吉阿 英文就是Gold Reference 翻译过来直译的话就叫金参考 其他天朗呢 肯定绕不过去一个词 就是同轴 所谓同轴音箱的鼻祖 天朗是一直秉承着同轴的技术 这对西敏寺也不例外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低频单元 低频单元是一个15寸的低频单元 看起来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西敏寺的箱体做得非常的宽大 所以这个15寸低频单元在里面 看上去显得并不是很气 最新的吉阿系列 采用了复合的锥盆材料 使它15寸表面刚性更强 加上天朗特有的HE技术 什么叫HE呢 就是硬质双旋边的设计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什么叫硬质双旋边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硬质双旋边设计 两个旋边 它可以提供更快的响应 说到同轴 它的高频单元的中心 和低频单元的中心 肯定是在一个点上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热处理的铝合金 高频压缩器 在里面是贵族系列特有的 被称为胡椒屏的波导器 为什么叫胡椒屏 大家再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 你看到了你就知道 为什么叫胡椒屏 上显的西敏寺型号叫做SE系列 它的高频响应的是22000赫兹 在改进成吉他系列以后 经过这样一个高频的组合以后 它的上显成可以达到25000赫兹 不止于此 今天我们这对银箱上面还搭载了 天朗赫赫有名的超高银头 它可以把整个箱子的高频上延伸 达到10万赫兹那么高 我们曾经在B站放过一个 天朗工厂的生产流水的一个视频 这个西敏寺的银箱 它的材料都是用了滑木的甲板 在英国本土人工手工的制造工艺 外面贴上了胡桃木的石木贴皮 好码配好安 内部的分频器采用了天朗独有的 叫一个深冷处理的技术 使它的原旗舰的一致性更好 镀金的银牌 天朗特有的闪电标志 还有高低频的增益条件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部分 天朗长期和WBT合作 那么西敏寺也不例外 它用了WBT旗舰的0703接线柱 是五个接线柱 除了传统的双线分音以外 还有一路接地 说到和天朗音箱的搭配 只要上点年纪 有点少林的少林都知道 一般来说 大家都喜欢用金嗓子来搭配 日本high-end的品牌金嗓子 今天我们这套系统 就是全系列的金嗓子 前后级和播放器 我们先来看看后级 理论上来说 西敏寺的灵敏度达到了99 并不需要很大的驱动力 但是这个金嗓子 我们今天看到的后级 是金嗓子单身道的旗舰 叫A250 它的功率在8Ω的状况下 可以是100W 甲类的100W 它的4Ω可以翻倍200W 25又能翻倍800W 一直到1Ω的时候 它还能翻倍到800W 经过实测 甚至可以超过1000W的功率 简直就是个大历史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前期 前期也是它的旗舰产品 型号叫做C3850 跟上一代相比 C3850最大的改动 它是进行了一个全平衡的 叫AAVA 高级电子仿真式的音量控制系统 跟普通的音量控制系统相比 这个AAVA使音乐的信号 不经过可变电子 这也使得在阻抗变化时 不受到可变组件的影响 AAVA提供了更高的信噪比 和更低的失真率 使背景更加安静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播放器 播放器是金嗓子 合并叠级里面的老大 型号叫做DP750 然后它还支持SACD的播放 最有特色的是 它的750和它的前级3850 都是一样 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它的外壳是一个石木纹的外壳 它前面板是金色的面板 后面的外壳是一个石木纹的外壳 非常非常漂亮 这在其他品牌里 几乎没有看到过 都说天朗音箱和清嗓子的组合 叫做天仙配 那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下一位老英达录一段给大家听一听 这位是金嗓子的组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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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